新疆马纳斯县这两年通过生态补水、风山、御林等措施 当地植被和森林覆盖率从10年前的43%增加到60%以上 当地农民利用出色的生态环境在生态林下种植蘑菇 这两天迎来丰收 在新疆昌吉州马纳斯县塔西河乡 大片大片的生态林在秋日下泛着金黄 这些生态林由白羊、榆树等防风固沙性能好的树木组成 形成一道道生态屏障,守护着农田和村庄 在这些生态林里 当地老百姓利用林间良好的土壤条件种植蘑菇 这两天,菌盖已大如手掌,开始采摘上市 据了解,近年来 马纳斯县持续实施天山北坡森林植被保护与恢复工程 形成了河谷治理加荒坡造林的绿色生态屏障 植被核森林覆盖率由10年前的43%增加到60%以上 当地除了推广在林下种植蘑菇外 还在生态林旁边种植大面积果树 把好生态转化成助力农民增收致富的好效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